哈喽 亲爱的观众们 大家好 我是生日奥奇 我们经常在电影中看到有不理智的人 拿着啤酒瓶或者拿着板砖到自己的头 啵 啤酒瓶碎了 板砖也裂了 既然是演电影 他们里面的啤酒瓶子和板砖肯定都是假的 不可能拿真的啤酒瓶和板砖来打自己 那样的话就太废演员了 电影里面的道具啤酒瓶已经有很多人做过测评了 今天少奇给大家测评一下电影里面的道具板砖 我这是买了两块 但是这个快递真的是非常轻 拆开 很像我们现实中的红砖 大小也一样 差不多 但它是泡沫做的特别轻 虽然轻 但还有些硬度的 这样打到拳头上还是疼的 接下来就由我来尝试一下电影里面的情节 鼓手开砖和砖爆头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我这个视频 我这是专业演员 加上专业道具才能做这个视频 你们千万不要模仿 哇裂开了 但是还粘连到一起 如果是这个样子就漏线了 它下面不能用东西接 这个地方有裂缝 但是可以按上去 大家看看里面的结构就是完全泡沫 外面是有点硬的 里面就软一点了 其实用手这样拍的话还没有那么疼 如果一整块砖 即使是道具砖没有处理 直接用它打仇 应该还是非常疼的 就这种已经开过的砖 对着它的缝隙 用力往里一塞 完整的一块砖 一点裂缝都看不到 这样配点特效 奥特曼赐予我力量 即使这个道具砖没做过处理 开头还是很疼的 大家听听声音 我们来看一下 余佳能不能用手把它打断 待会我就这样举着 让余佳一拳头看能不能打得烂 我猜它打不烂 这个就是泡沫砖 但是还是有一些强度的 看你能不能一拳把它打穿 好 疼啊 疼啊 你试试 你先试试 好疼啊 我疼 或者你用手挡 手挡 手挡也很疼 好疼啊 疼归疼 但是它弄裂了 我知道 来继续 那我可以了 差不多了 哈哈 你包起来算是怎么回事 啊 这么太疼 刚刚没包起来还没这么疼啊 不是可能 刚刚用猛进了 你知道吗 你刚刚用的角度对的 这次角度不对 那现在一拌的砖 你不会还要我砸吧 我不在乎 你拌的砖我来砸 放弃 怕我抓不住 没事 只要我的速度够快 你就能抓得住 顺确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给我砸到我的手吧 疼吗 我自己砸不疼 这一块道具砖 比现实中的砖要贵很多 现实中的砖 可能几毛 快把钱嘛 一块道具砖要20块钱 我花了40块钱 买了两个道具砖 大家认为值不值呢 认为值得评论一 不值得评论二 顺便帮少许的视频 顶个赞 我们评论区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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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